花莲市长魏佳燕接获社群网站还有多位市民代表的反应 才刚完工但是还没有开放启用的中山风雨球场 教人弃制垃圾 甚至于是篮筐都被破坏了 魏佳燕除了指示工程队进行清洁修缮 也呼吁乡亲要发挥公德心 除了不要乱丢垃圾 也要爱惜公共设施 让大家都能够享受到完善的运动空间 上个星期花莲市民代表会的主席李正伟 以及代表蔡易洋魏玉胜陆续向事工所反应 中山风雨球场有许多球友在运动之后会留下垃圾 甚至于篮筐都被拉破了 市长魏佳燕特别到场会刊 也指示工程队进行清洁和修缮 这边也要跟我们所有市民报告 目前使用执照已经合发下来 目前就是在做最后的改善跟整理 那也希望说能够在可能在不久的将来 可能下个月就能够启用 然后让爱打球的市民们能够来到我们风雨球场来做打球 代表会的主席李正伟主席 然后蔡易洋代表魏玉胜代表 非常关心我们风雨球场的这个环境的整结 那未来也会用一些方式来约束我们来运动的市民 也希望说不管未来在设置告示牌或者是装监视器 也希望说大家一定要把自己的垃圾带走 有一些篮筐跟一些篮板 被可能被来打球的民众给灌坏了 那也要真的跟市民说一声 因为其实我们球场要维护球场不容易 那也请务必我们市民务必要遵守我们打球的一些规范 华联市公所表示 中山风雨球场目前已经完工验收 正式开放启用时间会再宣布 至于后续的维护管养室由市公所来负责 因此市长魏家彦也请乡亲发挥公德心 除了不要乱丢垃圾 也要爱惜公共设施 让大家都能够享受到完善的运动空间 借旅会欢迎市报道